很多的歌迷朋友也很期待我的每一張唱片 但是我就是這樣 我沒有經歷過 或是我自己沒有感受到體驗的生活 或是怎麼樣 我怎麼樣逼自己 就寫不出來歌曲 然後即便是在家裡用工 找資料找書去看看 然後可能和弦編得很好 但是唱出來的東西 我不知道再怎麼好的旋律 我都覺得很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說這個東西不是我要的 我就會就是刻意的 把它在我的生活中遺忘掉 我就不會把它錄起來 或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自己在路邊走一走 看到一個畫面 或什麼的時候 有感覺馬上那個旋律就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拿手機 或什麼 就把它錄起來 那樣的旋律 其實也沒有透過什麼和弦的一些先鋪陳 都沒有 但就是那樣的旋律就會感動到我 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我一直 也一直逼迫自己用盡各種方式 要自己到處去走走 要強迫自己到處去看看 所以我也接了很多的外景的節目主持 甚至去走一些原住民部落的小朋友 因為我知道說我的創作的養分來自於山林 所以我必須要回到山林 山上我才能夠再把自己的那個心靈得到一些滋潤 現在蜂巢發片的話 其實以蜂巢來講 也不會給我什麼壓力嘛 然後我純粹就是就一個音樂人的角度 然後去寫自己的歌 歌唱自己的歌 當我離開蜂巢然後去 嘗試去跟流行的唱片公司去合作 然後嘗試去跟流行音樂的製作人去做合作的時候 就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因為其實流行音樂它或許它是一個公式 它是一個步驟 它是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規則 這樣的框框綁在那邊的時候 你要去符合那個的時候 其實很辛苦啦 我自己剛離開蜂巢的時候 真的是吃到很多閉門根 我自己也調適很久 怎麼樣去找到那個平衡點 所以影響影響非常大 那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我自己啦 既然已經走到現在這個階段 所以我一直在拉扯 就是怎麼樣創作出 既又符合流行的定律 但是又可以留住 音樂人他原始的那份感動 這是我一直希望能夠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選擇離開蜂巢也是因為希望自己可以累積影響力 我既然有這樣的一個使命走出來 那我就告訴自己 什麼樣的東西我都要嘗試 拿到遍體零上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在其他地方如果表現不好 怎麼樣 但是總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是我最堅持的 而且是我自己最 最有信心的就是音樂 我總相信一句話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一夕沉迷 的話呢 你就要像 君君血流一樣 慢慢慢慢慢慢流 總有一天 人家會看到 看到你的 人家會覺得哇 原來有這麼一個人 在音樂上的製作 他的付出 不是這樣 那影響力就會累積很大的 我這邊非常肯定說我一定會要 而且最後我一定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呢 我一直告訴你 甚至我覺得 我一直在規劃是希望 最後呢 我唱的母語 甚至 連 而且甚至是撇開民謠 就是所謂的母語用民謠來幫助演唱 我希望它回到更純粹的鼓調 我內心一直有覺得說 我們鼓調永遠唱都那麼幾首 那我可不可以唱新的鼓調 一樣是走鼓調的旋律 一樣是走我們布農族的和聲的方式 但是 它是一個全新的鼓調 那樣的鼓調呢 不是拿來要賣錢的 也不是拿來要幹嘛 純粹就是 給祭典要用的 我一直很希望說 之後 我們 呃 可以唱新的鼓調在祭典上 甚至在表演上 然後 甚至唱出來是 哇 因為 其實我說真的 呃 民謠 彈其他鼓調也是這個方式 但是呢 真的 我自己會 年紀越來越大 我真的很 會希望走的是越來越純粹的那個部分 我希望真的是一個 就是你一聽是布農族 鼓調的一個旋律 和聲方法 味道 但就是它是一個新的 但是我給我自己的功課啦 用母語唱歌呢 真的是最能夠感動我自己的語言 即便我現在可能唱中的唱很多 然後但是就是 呃 真的要跟自己對話的話 我覺得 母語還是我 能夠最讓我打動的 呃 呃 再之後呢 會 呃 當我在現實這個部分 找到 平衡點的時候 呃 呃 我會花更多的心思在這個地方的創作上 對我來講 風潮真的是一個母親啦 我覺得 呃 在音樂上的母親這樣 當然很多人幫忙 那 呃 也很感謝風潮給我這樣的一個環境 起碼前兩張專輯是在一個非常 非常自由的一個空間 呃 的狀況下 呃 去 去寫歌 我覺得這是一個創作人最高 最想追求的一個環境啦 對風潮來講 音樂是最核心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我個人本身 呃 或是跟很多創作者來講 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共同點默契 就是把音樂當作音樂 把靈魂注入在音樂當中這樣子 風潮的音樂呢 總是在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年齡層 找到不同的感動 我覺得它是一個 一個像泉水一樣清澈的一個唱片公司 所以我覺得 呃 不管我走到哪裡啦 我覺得我身為 呃 我都很驕傲地告訴他們說 我 我之前的唱片公司 風潮唱片 每個人聽到風潮唱片 都有豎起大拇指這樣 那 表示呢 呃 我自己也會更努力 那 我相信之後呢 我們一定還會再合作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定要的 好不好 一定要 馬圖馬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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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圖風潮 超uted 我操吧 生日快樂